Hello大家好,我是一范 今天体验服,终于迎来了更新了 96版本的更新公告 来看一下 首先是几米 回调了 估计间隔降低到原先的一半 伤害类型从物理到魔法 这个说实话 这个更新不是和之前的一样吗 我看一下50到70 命运用能量3到4 然后吸血比例从50到75 部件隔降低到原先的一致 能量消耗是6到5 吸血比例是50到70 那94版本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吧 3到6 这里是3到4 那其实就相当于 从上个版本 就是测服那个爆炸的版本 你们并没有体验到 但是我作为一个内部人员 我体验到那个机密有多恐怖了 降到了4 原来是6 现在到4 然后1技能 然后1技能 施法消耗能量 原来是6降到4 现在是6降到5 就是 其实就改了一下能量的消耗 伤害是一样的 伤害是和内侧的版本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说呢 机密还是很强 没有那么爆炸 就一桌子弹的能量消耗相当于 这个就是这样吧 不要受测试服的影响 咱们就只看这一个更新 就是它和原本的机密到底改了些什么东西 对吧 首先是攻击间隔降低至原来的一半 就是它的现在的攻速变慢了一半 然后伤害类型从物理变成了魔法 然后吸血比例从50变到75 然后命中能量恢复3到4 这肯定是个增强 对吧 然后1技能 攻击间隔提升至原先的150 与现在的默认普攻一致 就是说 它的攻速变快了 我也不知道这攻击间隔 感觉是有点错误的 这会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允许暴击 这个是很重要的属性 然后吸血比例提升 然后魔法能量消耗降低一点 反正总体而言 吉米是一个大幅的增强 除了这个能量消耗 还有吸血比例 还有暴击是一个全面的增强 下个版本 吉米加拉菲尔的组合可能会很强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奥力 大招改了 这个首先是2技能 回复生命的物理攻击加成 从120降到了100 确实那个看 看了我昨天奥力直播的 奥力对局的那个玩家 应该能清楚的看出来 那个回血能力确实很强 现在削了20% 然后大招改了 不再是一个大AOE了 变成了重做 5秒内免疫控制 并且减免受到的伤害 然后冷却时间稍微降一点 然后纽特 我们修正了平衡性的问题 一技能略微增加了技能宽度 二技能也增加了宽度 大招修复了一个问题 该问题导致大招期间伤害 有几率大幅提升 现在其实总体而言 它是一个增强 就是修复了个bug 然后把这个bug的修复之前 给它一二技能提升了 因为bug并不是一定能触发的 然后是嫦娥大招 现在可以通过再次点击中断 来中断大招的释放 说实话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只有在比如说对面有反击的时候 你开个大那个点反击伤害 能把你反死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点用 说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开大还能增加移速呢 就算你空大了 这移速加成也在那边 所以关不关掉其实无所谓 好又走了 我刚刚之前说过 他要一个比较大的削弱 一技能削了前期削了50点伤害 然后额外伤害也削了50点 总体一技能削了100点的伤害 然后二技能削了10点的法穿 哈利也是削了10点的法穿 因为他被动层数削了5层吧 每层是2点就相当于削了10点的法穿 但总体而言尤佐拉是削的更多的 因为哈利其实一张 一个一技能只有9张牌 所以其实跌到15层 不是那么简单事情 前期杀人可能11 12层就能杀了 所以哈利这个削弱并不是影响太大 但是尤佐拉这个削弱影响很大 直接就砍了 基础刷也砍了 然后魔抗也砍了 因为尤佐拉相比较哈利而言 更加无脑一些 哈利说你飞过来我打了招 我也还可以夺你的牌 对吧尤佐拉你被定住就只能等死 所以尤佐拉确实版本答案没有了 现在应该是去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我试过了 就是你在一个比较极限的情况下 你带个魔法狂潮你还是可以秒那些很极致的脆皮 但稍微有个小护盾 或者说一段时间还稍微没打中 或者有个小回旋就秒不掉了 那其实还是比较平衡的 但是肯定比这个法川机是改之前的尤佐拉要强呢 就不会很弱 但是不会过于OP了 不用再上班位了 然后扎斯克一个大幅增强 因为现在那个叫什么 那个召唤的大虫子不能够回复生命值了 所以干脆就把第一次的生命值加多点 但是对于克劳德而言 你这个再加的再读 在我眼里都是啥也不是 是吧 猴子削弱 前两天有人问我猴子削了什么 就是削了这个 首先是一系能的冷却时间全等级10秒 然后后期你这个就不能更秀了 因为一系能CD短的话分身假身能不停的骗嘛 然后分身的属性前期的属性降低了 后期的属性提升了 我感觉猴子这一刀砍的还挺还挺大的 就无论是前期和后期都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埃克斯一级的基础伤害削了 哇这削的很高啊 前期直接砍了一大刀 埃克斯现在确实很强 之前有个天克埃克斯的英雄 他的名字叫卡里德 但现在克不了了 因为卡里德伤害削弱 把埃克斯的装甲生命值提升 你三刀砍不死他的护甲了 那就没有用了 卡里德一系能的加速效果提升5% 这个不是很重要 赫洛斯打招又回调了一点伤害 又往上提了一点 新闷 这新闷直接 这砍得有点多了 太惨了 原来是1.5上个版本砍到1 现在砍到0.8 包括魔抗防御也是 马蒂尔达 降低了前期的伤害 增加了后期的伤害 常规调整 波波率 库巴基础生命值提升 然后被动 接着学 库巴前期的生命值 再给你降200 然后二级等到 护盾 从额外物理供应加成120 调到160 额外 强化机飞时间 从0.6秒 降到0.4 怎么说呢 就是降低它的功能性 增强它的出物理输出的 这个 叫什么 可能性 要出物理输出的收益 我有个想法 你不如波波鲁的生命值 给它改成什么波波的物理供应加成 是不是可以 每天 就跟他们说一说 一鹤 大招 稍微回调了一点 但是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削弱 其他没什么了 纳塔利亚有概率打不出 吃掉强化普攻的问题 这个东西被修复了 这前两天粉塞跟我提 然后我反馈了 说他们已经说已知了 就是 纳塔利亚在 哎呀跟正式服的玩家提个醒吧 正式服的玩家应该还没有享受到这次 这只在体验服上了 就是说现在正式服的纳塔利亚 如果你当敌方站着不动的情况下 就是你连续释放两次 那个强化普攻就是进草丛 然后A一下开大之后A一下 如果这个速度过于快 就是你手速太快了 因为你肯定是做一个思考 你想尽可能快的打出沉默吧 但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过一快 他第二次就不算强化普攻了 你就打不出沉默了 有一定概率会出现 所以大家在玩纳塔利亚的时候注意点 你可以稍微慢个半秒钟 对吧 你觉得按你的手速原来0.2秒能打出来 我现在0.5秒打出来 可能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因为在极快的速度下才会有这个bug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要看什么 给你们看一下奥利的大招 其他就没什么 还有吉米 先给你们看一下奥利的大招 这奥利大招说实话没什么好看的 变斧头还是一样 但现在变成暗一下然后变霸体 然后有免伤 现在的免伤三级的免伤是45 他这边描述错过45点互动效果 其实是45%的免伤 一级大招是35的免伤 二级大招40点 三级大招45%的免伤 然后有个霸体 这个霸体呢 基本上可以挡所有的控制 除了那种卡架和钩子的大招 其他都可以挡 然后比如说像 但霸体是霸体啊 它并没有进化的作用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说当你被控掉的时候 你再开霸体你是不能解控的 比如说夏武亚大招 你被控了之后 再开霸体想逃出来 那是不行的 但是你提前开霸体 然后夏武亚大住你之后 你是不会被大住的 这是霸体和解控的区别 跟大家说一下 就霸体开起来的时候不受控 但是你被控的时候开霸体不能解控 就是这样 那现在奥利呢就是说 就5K1技能 然后追上去追着你砍了 然后比如说 对面坦克想保的 加底恩想控啊 泰格想推啊什么的 现在我开个霸体 你控不住我了 但是也失去了一个团战的爆发AOE 反正总体而言 我们都觉得第一版的大招AOE比较好 不知道他们后面会怎么改 反正先上天赋看看情况 好吧 其他没什么可讲的 一个Dobot也展现不出什么东西了 好 然后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机女的伤害 还是法车天赋啊 基本上还是出法装的 因为他的 24点物理攻击 26点的魔法攻击 然后二级呢是30 40 这个也是法装强度高 哎 等一下 但是如果你出物理装 物理有那么多装备可以出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他的普攻是按什么算的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放个统计木桶 对吧 你现在普攻是魔法上还打他一下31 对吧 我现在物理攻击是90点 法强是17点 我现在先给自己加点金钱 好同样状态下 买一个这个60点攻击 好现在打他是48滴血啊 同样我开起一技能 打他的话是54 我不开一技能是48 然后把卖掉 初始状态是31 然后开一技能是37 3137我记一下 3137 然后刚刚是什么来着 买一把大剑 这是54 这是48 4854 就高了6点伤害嘛 然后现在我们买同价位的一把法强 这个吧 45点的法强 是45 伤害有点低 这个是51 比物理攻击低了一点 但是说实话 这个是比那个要便宜的 这只要738块钱 这要819 那 如果我们要平衡这个性价比的话 比如说我买一个这个 再买一个这个 就相当于两把大剑 69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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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还是物理攻击高 我等一下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有点蠢 我直接把装备出满不就完了 首先按我的法强装来 法强装的话 首先法穿鞋是要出的 我先把那个点满 我是增加金钱 我不能用这个侧 这个东西没有抗性的 我用这个东西侧 然后即使你出法强装 你暴击到还是要买的 然后再买一个法穿 再买一个法穿 这基本上是 法术几米的成型出发 不然我现在开一技能打他 我甚至都没有记清楚那个伤害是多少 这个人就死了 我们去泉水里打他吧 我给他增加点金钱 然后开放一下 哎呀能不能让他买些装备 哎呀 我现在成为木头内部人员 然后提案了内侧服这么方便的功能 这个自定义模式的功能实在太少了 买个 让他买个装备这么累 真的是 很烦 能不能买件磨抗装 算了就这样吧 好吧 我不要连续点啊 我就点一下 我先把兵线关了 兵线在哪了 在这 我先把兵线关了 然后点他一下 613是暴击 659 291 为什么伤害越来越高 是因为 是因为有那个法穿 305733这样 然后我现在换这个 780 伤害还是高很多的 我感觉出物理装 还是出防御装 比较不出来 我能不能给他买装备呀 秒伤是5000左右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换成物理装 物理装呢 还是有一件东西是一定要出的 嗯 不对啊 如果你考虑物理装的话 因为天才还是要出 法穿还是要出 那其实可变的东西就是兵杖没有了 然后 物理装肯定要出这个 然后大概就出这个了 你不能出百战吧 百战是不行的 因为他不像纽特一样 可以转转穿透啊 转 所以这个也没法出 纽特是可以转那个 把物理穿透转什么话穿透的 所以我带了那个辅助的天赋 你看过我纽特那个实战视频的 我带辅助的天赋 可以可以自带36点穿透 就很强 然后再出个这个 还说物理装我要加点暴击率了 这样 再带一下 也是5000的秒伤 差不多 因为这人没护甲 但是我都出了这个东西 我怎么感觉差不多呢 直观的打个什么领主什么的感受一下 到底哪个快 领主应该有护甲吧 领主应该是有魔抗的 598 然后变成小子弹 又暴击是466 对吧 对吧 然后我现在卖掉 换成 冰杖和 这个 刷新一下野怪 我为什么感觉没有绿刀上来高呢 是不是没有绿刀上来高啊 是不是没有绿刀上来高啊 当时是598 当时是598 啊 出血雨的法强还是比金石要高的 居然 我以为出金石是高一点的 哎 那其实 怎么说呢 这么看下来 其实俄理装和魔瓦章的伤害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做个选择了 就是说如果 因为有几件装备是不能动的 法穿鞋是肯定是不能动的 然后法穿 然后法穿棒也是不能动的 不然的话你后期打肉根本打不动 然后这个也是不能动的 天才也是不能动的 你第一件法穿鞋之后必出天才 然后暴击道也是不能动的 因为你要暴击 现在版本几米可以暴击了 所以你暴击道也是不能动的 唯一能动的只有这两件装备 然后冰杖是有减速锦 如果你出法系的话就是冰杖加血雨 因为血雨可以给自己套护盾 那你出物理装的话 那一定就是绿刀再加一把暴击道 可以加一技能的暴击率 可能爆发伤害会更高 包括当对面残血的时候 绿刀加攻击力会更多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就是这套可能 最高伤害是1197 我把CD关掉 这套的最高伤害可能会更高 但这套法师的功能性可能会更好 因为它有减速有护盾 天哪这个法刀居然有能打出1200 比那个物理装异攻击要高 但是暴击率要低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冰杖加暴击刀 冰杖加暴击刀 冰杖加暴击刀的话可能伤害太低了 那我可以暴击刀加 我感觉这个你们自己去配吧 反正就这么集中选择是吧 这1100 出暴击刀的总共最高伤害没有冰杖要高 所以可能法系装备还是稍微吃香一点 毕竟加成高了2% 高了两个点 但是出暴击刀确实暴击率更高 但是这样你不出冰杖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减速的收益了 所以我感觉还是这一套是最稳的 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调 反正我刚刚说的那4件装备是不推荐你们换的 可换的装备就这两个 这两个是可换空间 如果你觉得几米减速冰杖是不能换的 如果我出灼热 灼热打木桶可伤害肯定很高 因为它的血量很高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几米没有必要出灼热 因为几米伤害实在太高了 你不缺灼热那一点伤害 你一缩子弹可以秒人的 不需要灼热 现在增强之后的几米是一个爆发系英雄 不是一个持续伤害的英雄 所以就这么出吧 好吧 出物理系的可以改成绿刀暴击刀之类的 我就不多废话了 那就先这样 其他的没什么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